主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分享圣若望福音 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实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 必要尊重他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一粒麦子死了 然后接出许多子力来 这是自然定律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麦子 耶稣希望我们也能 接出许多子力来 耶稣不单单把希望寄托给我们 他自己也亲自这样做了 他的死 不是从十字架上才开始的 而是从降生成人 就已经开始了 他的一生 都在死于自我 活于天主 由此 我们明白 跟随他的一生 也是不断死于自己 活于天主的立场 为什么要死于自我呢 为了全部奉献 爱是全部奉献 爱是把自己献上 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 耶稣 玛利亚 洛瑟 中途 及上人上女们身上看到 包括 生养我们的父母 为了 结出许多子力来 就需要 敢于 失去性命 并且是为了爱 而主动 放弃一切 耶稣的一生 只为爱人 甚至牺牲自己 所以 结出许多子力来 宝露说 我若能说 人间语言 和天使的语言 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 发生的罗 或者是个 发想的波 我若拥有 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 有全辈的信心 甚至能够 移动三月 但没有爱 我 一无所失 我若施舍我所拥有的 全部财产 也愿意舍身 投入烈焰之中 焚烧 但没有爱 为我 毫无疑 由此可知 为了 获得 永远的生命 我们需要 有勇气 为爱 而付出一切 在今天的读经中 宝露说 弟兄们 小量播种的 也要小量收获 大量播种的 也要大量收获 每人 照心中 所酌量的 捐助 不要心痛 也不要勉强 因为 天主 爱乐捐的人 天主 能丰厚地赐予你们 各种恩惠 使你们在一切 世上 常 十分充足 能多质 能多行各种善事 正如 经上 记载说 他 博师 济平 他的人意 永世 永世 常存 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 慷慨大方的心 使我们因着爱 感与 付出自己 就如你一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